康康嘴上长了个包 医生说大多数小狗在幼年的时候都会长 给开了点药 然后推荐给做外驱 体外驱虫 做的Revolution 但是你们看它之后就是 身上就开始掉毛 而且它很痒啊 就到处在挠 今天还带它去看了Emergency Emergency就说它这个可能是有 很多原因 但是因为病不致命 所以Emergency也没有收治 因为刚刚好这两天是赶上了长周末Easter 周一的时候呢 就是另外一个Clinic开门 所以就带它要去看一下 就能看到是胸口上 都已经就是皮肤都露出来了 它一直在抓 一直在挠痒痒 它这种看着就很难受啊 我也是担心得不得了 就这样把它们两个隔离胎 康康住在航空箱里 西西可以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 如果康康是因为有真菌感染的话 这样不会传给西西 到现在为止就是 西西还OK 西西没有事情 他们两个这样被关来关去呢 就是心情都不太好 尤其是康康可能都有点抑郁了 毕竟就是西西关的时间比她少 康康主要就是在外面吃完东西 上过厕所以后就又被关回去了 那西西是仍然是可以 就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嗯 星期六的时候 我带康康是去过看急诊的 但是因为急诊步的是说 它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暂时不收治 如果我坚持的话 它会打电话给我 等到其他的动物都被就诊过以后 有空位它会让我带康康去 那后来我就又联系了另外一家诊所 周一一早我就带康康去了 这家诊所呢就比较好 因为家长是可以带着他进去的 嗯 医生是印度裔的一个医生 非常有耐心 他有两个stuff 那就是我问了很多问题 他也都很有耐心的就是都回答了 另外就是像康康这个 他一看到康康就先检查了一下耳朵 他说你看他耳朵里面这么红 他说他这个rush就是过敏性的 他说如果你想再确定一下 那是可以做一个血液检查 但是这个就是纯属于就是说是额外的了 其实他并不建议 但是我坚持了一下 我给他做了一个血液检查 主要就是还是想看一看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么血液检查检查下来的结果呢 就是一切正常 所以就开的是这个透明的药 还有一瓶洗毛巾 那这个洗毛巾就是一周要给他洗两次 我给他洗了一次 那洗完以后就是他就不那么痒了 我虽然就是给他穿了衣服 让他避免恼痒痒 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洗毛巾洗了以后 效果就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他结巴的部分呢 也可以就是软化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 皮肤也会比较舒服 通通这次生病呢 就是比较颠覆我认知 因为我以前是不知道就是狗也可以这样过敏的 这个兽医呢 就是说我觉得他的药也非常有效 然后 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康康现在又比较开心了 每天这样跑来跑去 这个衣服还继续穿 因为他有一些地方就是说他结巴 结巴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痒痒的 我希望就是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让他这样脑痒痒 就把疤脑破了 嗯 他其实相对来说吃药还是很乖 就是一下就咽上去了 所以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就是医生主要说的就是说 他这个皮肤呢是过敏性的 所以他不会传染 那这样我也放心一些 就是不会传染到兮兮 嗯 就洗毛巾效果也很好 就洗完了以后 就是除了就是还香喷喷的 另外就是他已经不会那么痒痒了 当然他吃的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按照医生的话来说呢 就是狗跟人一样 他有天生的就是会过敏 有的呢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家养小宠物 也是就是跟自己家里养了个小孩一样 也在很多方面都要格外的 当心一些 好了 健康也慢慢开始恢复健康 那么我也放了很多心 上个礼拜真的是 那么就是皆大欢喜 感谢观看